主料,排骨自百克,青椒两个,补量,油,盐,酱油,料酒,醋,鸡精,水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先把青椒洗干净,然后切成四备用,把排骨洗干净,然后放水里戳一下,然后把排骨洗干净,放压力锅里煮熟,把排骨盛出来,把排骨倒入锅中, 然后放酱油,料酒,白砂糖调味,然后把青椒放入锅中,大火煮开之后开小火炖一下,然后放适量进行调味即可,这样一排美味的青椒排骨就做好了哦,烹饪技巧,先把排骨放压力锅中煮烂后,这样做比较容易入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